大家好,欢迎收看MKC新闻 我是今日主播后宜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新北市乌来区原住民特色产业辅导计划中的五个案例 来看看如何促进原民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 创造无线商机 近年来原住民在音乐、手工艺、电影等文创产品的设计上 曾就引人注目 在文创商品蓬勃发展 原民文创在这股潮流中展现了独特个性 消费者已经不再单纯的喜爱原住民的传统图腾、织布等 他们更喜欢在图腾织布上加上一些变化 成为日常生活中可以与朋友展现又实用的创意生活小物 在新北市乌来区原住民特色产业的辅导计划中 在辅导初期 发现在同为泰雅族的五家寿辅导工作坊中 产品的同质性太高 陈列商品不外乎泰雅支部的支部包、零钱包、钥匙包、原住民服饰、手机带、编织带等 会区隔手工艺品店家的产品同质性 组成了专业辅导团队 依据店家的特色故事 创作者的文化背景、观光及教育价值 协助开发独特创新的文创商品 在为期12个月的陪伴辅导 改造了各工艺坊的商品特色 协助设置了游客体验区 并依各手工艺品现有的素材 设计具有特色开发的DIY教学 开发文创商品同时服以行销文宣 将乌来地区原住民的手工艺品推向市场 行销乌来地区特色 在我们介绍的案例中 开发了新的文创商品 在每个商品包装设计都搭配了单张故事简介 介绍创作者、商品资讯以及商品发想的故事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5款创作商品 第一个为卡达工作坊制作的 传民族风的钥匙圈 打破了传统原住民织布钥匙包的造型 以人工皮搭配泰雅织布 整体创作来自于泰雅传统四方衣的改良 此款钥匙包年轻又时髦 深受女孩们的喜爱 第二个为泰雅织 编织工作坊制作的泰雅串珠项链 泰雅祖林串珠搭配了十字架的造型 每一条串珠项链需要搭配三到四天的时间才能完成 编工精细 受到特定的宗教族群的拥护 第三 为油盖工作坊制作的织布吊饰 织布上的图腾搭配色彩丰富的祖林之眼 以菱形纹及的传统泰雅图文 再搭配特地开模制造的泰雅故事意涵的太阳 以及竹鹿图腾等 让相机及包包更为图特 第四个为马拉斯原住民艺品 制作的原住民十四竹服饰吊牌 十四竹行李吊牌可以分足单卖 也可以一起表框 作为赠送外宾最好的特色礼品 第五个为美鹿工作坊制作的泰雅情语 公仔印章 泰雅男子文面是代表英勇荣耀的表征 女子文面是代表出家后终于丈夫的表征 有了泰雅勇士及泰雅公主的加持 情侣的幸福恋情将永远加温 在开发五款文创商品之后 同时也展开新的行销通路 如台北风味馆 屏东文创园区 嗨内网络行销平台 最后协助将与知名的文创业者 新北市的兴旺吉祠合作 共同开发了一个乌来文创团业 共同开发游变台湾变色马克杯 我们开发了乌来泰雅变色马克杯 并在兴旺吉祠的各个大通路进行贩售 期许乌来店家在经过专业辅导之后 提升手工艺品的产品竞争力 开发产品的独特性 并藉由辅导创意的启发 持续将新的作品进行开发 让商品不代只是商品 而是考量到顾客需求 以市场为出发点 做回创新具有独特设计的作品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游客来乌来消费 为店家创造营收 若您对原住民议题有兴趣的话 欢迎上MKC网站查询 我是主播厚仪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